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小朋友呢 是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套装组当中 是想跟大家带来两个非常好玩的这个popping cooking 日本料理DIY呢 可以手工自己制作出来一个非常炫酷的糖果呀 甜点呀,食物的这种套装 然后它有个好处呢 就是在于你做出来它这个食物的套装 是可以一个可食用的 就是你做完了之后呢 可以给我们小朋友吃 因为它所有的部件呢 都是用可食用性的这个部分给它组成的 基本上呢 都是用这种米糊呀,淀粉呀 或者是面粉呀,给它做出来的 我们除此之外呢 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在之前的比如说有一期呢 跟大家带来一个popping cooking 这样的一个制作我们这个汉堡包的一个套装 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带来的是两款 可以制作甜点的一个套装 一边呢 当然是可以制作出来一个这个糖果 像我们的海豚呀 小鱼呀 这种七彩的一个小糖果 里面呢是这种软糖的一个造型 然后我们这边呢 是一个这种饮料 非常棒的一个饮料 像这种带有这个奶油的一个圣诞奶昔 里面呢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水果的味道 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做一个对比的一个比较 让我们的小朋友呢看一下这两个套装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和什么样的共同之处 这样的话呢能够方便于我们小朋友呢 下次再购买的时候就能买到你喜欢的一个这个套装啦 我们这个套装当中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它有颜色的这个调料包 其实呢它的调料包里面呢 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粉末状为主 粉末状的东西呢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淀粉 面粉和玉米粉的一个混合 味道呢其实都是还是一个偏甜和酸甜的一个口味 所以说是非常的不错 也是非常的适合用我们小朋友的口味 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底座 你可以在它上面呢去给它做出来你喜欢的一个造型 里面有我们的章鱼 有我们的小贝壳 有我们的小海带 这边还有一个塑料的小叉子 小的一个地管 我们这其实也是一个模具 然后这边呢就是可以给它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小的海豚 还有我们的海鲜 还有我们的小虫子 还有小鱼 我还以为里面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小鱼 其实它这边的小鱼呢只有一种两种 我们这边是有两种鱼在里面 但是呢我们这边有海鲜在它里面 然后呢我们这边这个套装呢是其实可以做出来这种非常美味的一个饮料 里面呢如果你这个做的手工比较好的话呢 可以做出来我们这种珍珠奶茶的这种感觉 看起来呢有点点像我们的奶茶的这种底 然后还可以调出两种不同的味道 一个是我们的香蕉的味道 一个另外呢是像我们这个甜甜的草莓味 然后在我们里面呢是有各种各样带有颜色的调料包 里面呢是有非常多的粉末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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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呢是有两个模型 一边呢是我们这个杯子 然后这个三角形呢其实是一个凉杯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水呢给它放进去了之后 用来测量我们这个所需要的水的多少 这两边呢也可能是一个这个甜点 比如说呢是晚上想要吃非常美味的冰淇淋啊 都可以用它来做着出来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给我们频道呢一个订阅 这样的话呢我们每周最新推出的视频的话 你就能有个及时的消息提醒和一个推送 然后在视频的下方呢都会留下大家保护的留言 无论是更多更好的意见与建议或者是大家的一个愿望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会根据大家的一个愿望呢再来做下期的视频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dumb指下和按赞 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 by baiy by baiy